在吉安市范围内随处走走 都有可能发现工农红军曾经留下的战斗足迹 而在永丰县腾田镇这里不仅留有战斗的印记 而且还是红军首届赤色运动会的举办地 今天我们的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就到永丰藤田 去感受当年运动会的激情 这里是吉安市永丰县的腾田镇腾兴广场 1933年的夏天 数千名红军战士曾经在这方圆数十里的空地上挥洒汗水 问力拼搏 规模空前的中央红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会 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 中央红军驻扎在永丰藤田修整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六周年 也为了简约部队的作战能力 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举行红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会 地点就定在了群众基础好 物产丰富 地势平缓的藤田 当时的大赛组委会及指挥部 就在我身后的点阅公词内 藤田苏埃政府动员了两千余人 将收割完早稻的一片稻田 整理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操场 还搭建了主机台 指挥台 选手救护室 防空设施等 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等体育用品 则是在1932年红军东征福建漳州时 从敌人那边缴获的 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工作 开幕式于8月6号晚 在藤田的缠江坪隆重举行 周恩来代表中阁军委 对运动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 他深情地说 今天在藤田举行的首届赤色体运动大会 就是要很好地检阅部队的政治素质 和军事战斗力 这对动员全军粉碎敌人心的围剿 保卫红色根据地 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8月7日早上起 运动会全面展开 6000多体育健儿参加了比赛 朱德总司令 亲自担任这次体育运动会的总裁判 这次的比赛项目和我们现代所熟知的比赛项目不太一样 分为政治文化 军事技能 提运动三大类比赛 政治文化类比赛 主要考核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检查 现场听课 政治讲演 强暴宣传等 军事技能比赛 设有四枪 制手榴弹 实弹射击 武术 爬城墙 军事问答等项 以运动类比赛 则包括填赛 竞赛 球类比赛等 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 正率领着省巡视团到永峰检查工作 精通象棋的他主动参加了象棋比赛 获得了第一名 被战士们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 朱德总司令最喜欢打篮球 球艺很高 能攻能守 为了沿传身脚 推动运动会的成功举行 他与井冈山几位下山来的老战士 临时组成了篮球队 与二十五团的篮球健将 打了一场友谊赛 精彩的球艺让大家大开眼界 红星报发表的火线上的青年晚会 描写了当时的比赛盛况 红色的夕阳 斜射成绿草的运动场 从远处蜿蜒涌处的队伍 整齐地集中到运动场上 打球的 做游戏的都在活跃着 跳高的 跳远的也真不错 跳绳的与打乒乓球同时开动了 他们一直竞赛到月亮的笑脸望在天边 8月中旬 蒋介石紧罗密谷的调兵潜将 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 计划持续两个星期的运动会 提前到8月14号傍晚 举行了闭幕式 这次运动会侧重于对于红军战士的检阅 而非选手成绩的较量 因此最终评出三个群体项目奖和一个综合大奖 朱德与周恩来向获奖团队受奖提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举办的这次运动会 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 为红军军事体育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被人们誉为战火中的军运会 而永丰藤田则被称为军运会的摇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